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普通股的价值评估方法 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 什么是普通股的价值呢 普通股价值计算出来之后 如何进行角色分析 这里面提到普通股价值 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叫内在价值 也就是说你投资购买普通股之后 未来所形成现金流量的折现值 那么进行股票投资 未来的现金流量都包括哪些呢 一个呢就是股地收入 另外呢就是你在持有股票一段时间之后 把股票卖掉了 那么这股票的这个转让的这个收入 也就是说这个转让的价格 那么如果说呢 这股票你准备是长期持有 也就是我们讲的永久性持有 那也意味着什么 没有这个中途转让问题了 这个时候呢 你未来的现金流量 就只有这个股利的现金流量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未来的这个股利限量 就折现就可以了 那折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有折现率啊 这个折现率呢 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或者说呢 是股东投资的一个必要的报酬率 那我们计算出这个股票价值之后 比如说 这个每股价值多少呢 假如说每股价值呢 为20元 而现在呢 这个股票 每股市价多少呢 比如说每股市价呢 是18块钱 那每股市价18 而它的价值呢 每股20 就说明该股票呢 是被市场低估了 被市场低估的股票 我们才可以进行投资购买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 股票价值计算出来之后 它的决策的一个运用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普通股价值评估方法的运用 首先呢 看第一种类型的 就是零增长股票的价值评估 所谓的零增长股票 也就意味着 未来呢 这股力怎么样 是保持不变的 叫零增长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啊 未来每年的股力怎么样 都相同 永久性持有啊 这不就是一个永续年金求限制问题吗 那你把未来的这股力 折现到当前来 计算出结果 这就是股票的价值 采用的是永续年金求限制是吧 那我们在这个 货币商价值计算那块 我们讲了 永续年金求限制 那不就是A除以I吗 只不过这里面的这个年金 就是你每年这块拿到的股力 然后的折现率呢 那个I在这里面呢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股权资本成本吧 也就是股东投资要求的一个报酬率水平 那写成模型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吧 就是D除以RS D就是你每年拿到的股力额 这里面的这个折现率RS呢 我们说了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那么这块的股权资本成本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你比如说 你可以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算吗 算出之后往这里代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投资者呢 你购买假公司股票 当前的市价呢 是每股12元 该股票呢 预计未来每年分配现金股地 每股呢2元 该股票的β系数呢 1.5 平均股票风险报酬率8% 注意 平均的股票的风险报酬率8% 这个指什么呀 这个我们说应该指的是RM-RF吗 也就意味着这风险怎么样 风险是修饰报酬率的 无风险报酬率呢 为4% 要求呢 计算改股票的内在价值 并判断呢 这股票是否可以购买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首先呢 要计算出来 这个股权资本成本 也就是 股票的持有人 他所要求的一个必要报酬率嘛 采用资本资料定价模型 那就说 无风险的报酬率 加上北太系数 成上什么呢 成上这个市场的风险报酬率嘛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 平均股票的风险报酬率 那就是RM-RF嘛 好了 算出结果来 算出结果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美股股利两块 然后呢 除以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嘛 算出这个内在价值 算出内在价值之后呢 我们跟市价去比较 我们说这个市价 是低于内在价值的 那么市价是低于内在价值 说明什么 说明该股票是被市场低估了 是可以投资购买的 这个决策结果不就出来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二种类型 就是固定增长股票的价值评估问题 这里面讲的固定增长股票 也就是说 未来的股利 它是以固定增长率来增长 通常来讲的话 比如告诉你了 说这公司怎么样 已经进入可持续增长状态 那么进入可持续增长状态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 可持续增长状态 那个基本假设条件是吧 未来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 经营效率不变 财务政策不变 那么在这种可持续增长状态之下 我们说股利增长率 应该和你的可持续增长率相同 是吧 那未来的股利呢 我们说都是以不变的增长率 来增长下去 那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给了每一年的股利 那么给了每一年股利之后呢 你比如说你第二年股利 相当于它是在第一年的股利基础上 怎么样 以一个固定增长率增长 同样 你第三年的股利怎么样 是在第二年的基础上 以一个不变的一个增长率增长 后面依此类推 那么这种类型的就称之为 叫固定增长股票 那我们呢 就需要把这些股利怎么样 一个一个去计算它的限制 那么每一个股利 我们怎么样 都要计算它的这个 复利限制 然后怎么样 来求和 注意呢 这里面的N 它是怎么样 是趋于无穷大的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是永久性持有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计算的结果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年的股利 为什么呢 除以1加上RS 下面是计算一个什么 计算一个 一期的复利限制嘛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你第二年股利 再去计算它的限制 你注意第二年股利 和第一年股利 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应该是在第一年的股利 技术上怎么样 乘上一个 1加上增长率 除以什么呢 1加上RS的平方 后边一次的推 加下去 那么加下去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去求和了 是吧 那么这个求和呢 大家注意一下 怎么求和呀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无穷等比数列求和嘛 因为N是趋于无穷大的嘛 那无穷等比数列求和 你求和公式什么呢 应该是S等于什么呢 等于A1除以什么呢 1减去等比常数Q嘛 A呢讲的就第一项 就这个 那么等比常数Q呢 应该是 1加上G除以什么呢 1加上RS 这就是你等比常数Q 是吧 然后呢你把它带到我们 这个无穷等比数列求和公式里面去 一化解就可以了 当然呢 我们有一些东西说 哎呀 这个无穷等比数列求和公式 我不会 忘了 忘了也没关系 并不影响你 这个财务成本管理 这门课程的通过啊 那你就把结论知道就行了 我们是通过无穷等比数列求和 算出结果来 好了 得什么结果呢 应该是第一除以什么呢 RS减去增长的G 这就是化解之后的结果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块的企业价值 在哪个时点呢 注意是在第零个时点呢 那么也就意味着 它是把未来的这些古力 怎么样 全部折现的一个结果 那你注意分子是什么呢 分子是第一啊 第一在哪呢 第一是预计第一年的古力啊 所以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清楚 时间一定要清楚 那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模型不就出来了吗 也就是说第一除以什么呢 除以RS减去增长的G 那就意味着 只要是告诉我们第一年的古力 告诉我们这个 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 也就是那个股前资本成本 告诉我们这个增长率 带到这个市值里面就OK了 当然前提小见什么 未来股力都是以 固定增长的G来增长下去的 这个模型是非常非常重要 并且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计算这个结果 是在哪个时点 是当前也就是零时点 或者说是在这个第一年的年初 那个时点 为什么总强到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在企业价值 评估这一块 我们还要用这样的模型 但是我们有些考生 他都分不清楚了 不知道哪个时点 另外呢 我们有的时候怎么样 考试的时候 他不让你计算当前的价值 你比如说 我让你计算什么呢 这个一年后的价值 那现在各位想象一下 比如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排下去 帮我倒无穷大 然后怎么样 这是第一年的古力 这是第二年的古力 然后这是第三年的古力 排下去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模型的结果 在哪呢 是在第零个时点 当前的价值 这个我们会算 但是如果说 让我们来计算什么呢 计算一下一年后的价值 一年后价值在哪呢 应该在这 那么这一点的价值多少 那咋办呢 这一点价值 是不是应该把未来的古力 折到这来呢 那未来古力折到这的话 那我们各位想象一下 相对是什么 是把第二年及以后的古力 折到第一年的年末 是吧 第一年年末 代表的不就是一年后的价值吗 那咋办呢 那我们说了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第二年的古力 视为第一年来看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第一年的 你们的价值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第二年的古力 出于什么 出于RS-G 这不就可以了吗 当然 你说我不是啥做 你说我把当前的这个价值算出来了 当前价值算出来 多少呢 当前价值算出来之后 是吗 是第一除以RS-Z2G 是不是 那我在这基础上 我乘上一个一加G行不行呢 当然没问题啊 也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说 你这两种算法都可以 你看 我们乘上一加G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是第一乘上一加G吗 第一乘一加G 不正好是第二年的古力吗 完全一样 所以说你看看 你十点搞清楚了 你这样是才能做对 并且在我们脑子里面 一定要清楚 计算某一十点的股票价值的时候 一定是未来股力折现 那现在各位你看 想象一下 我们在计算第一年年末的一个价值的时候 你看 我第一年年末的股力 第一 我加不加它呢 不用加它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了 一说这个股票价值 一定是未来的限量折现 所以说 第一年那个股力 当然不能加 那就类似于 你在计算当前股票价值的时候 你加没加那个第零年的股力呢 你也没加 对不对 你也没加 所以说 把这些要点的一定要清楚 我们有一年考试怎么样 考了 说计算五年后的股票的市价 预计一下 预计一下五年后的股票市价 那我们有一年说了 哎呀 我们只晓得股票的价值评估模型 这个没有说让我们来预计股价呢 那我们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知识的话 那就说你的价格应该围绕价值去波动的 所以说你把这个价值评估出来之后 这个价值就可以作为你的预计股价来看待 这是一要搞清楚的是吧 那么再有 你计算五年后的预计股价 那也就意味着 你把五年后的那个股票价值算出来 那大家想一想 五年后的股票价值怎么算 五年后的股票价值 同样道理应该是未来相当要折现 应该什么 应该是第六年级以后的价值流 折到哪 折到第五年的年末才可以 这就是我们学这个价值评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种理念 是未来相当要折现 我们竟然有些考生说 计算一下五年后的预计股价 他把前面五年的股票 折中值折到第五年年末去了 那就说明你概念根本都不熟悉 你概念根本不熟 你概念都没搞清楚 你这题怎么能做对 所以在脑子里面一定形成印象是 未来的现金流折现 这是要特别注意地方 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们了 你给我预计一下一年后的股价 一年后的股价 我印象中应该考了三次了 或者说我预计一下五年后的股价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内容就可以跟哪块连在一起 哪些地方会用到我们股价的问题 你比如说 期权价格评估 我们要算期权损益的时候得有股价 再比如说 我们可转换债券 赋认股权证债券 那里面怎么样 我们也会涉及到预计的股价问题 因此那些内容都可以和这连在一起 换句话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一块的价值评估模型用错了 你预计的股价给算错了 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后边的相关内容 我们说丢会就比较惨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 好吧 那我们说对于这个模型在应用的时候 有些地方还得需要再强调一下 那我们说了 这个预计第一年的股力 它是否就等于当前股力乘上一个一加永续增长率呢 我们说这个未必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告诉你吧 假如说呢 我们当前股力呢 告诉为两块 当前股力讲的就是第零了 那就是第零 如果说告诉你说 从当前开始 这股力怎么样 就以5%的这个增长率永续增长了 股东要求的报处率15% 计算这个股票价值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从图形来看的话 比如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然后排下去 那就意味着这块呢 应该有个第一 这块第二 然后排下去 是不是 他说从当前开始 就以5%的增长率永续增长 当前 就是指第零个试炼呢 那就说 从这开始的话 未来的这增长率 那就是这就是5% 那很显然 我们这一点是第零 对不对 那 你想想 第一怎么算呢 这时候的第一 那没问题 肯定是用第零怎么样 乘上一加增长率 算入第一来 这没问题的 然后怎么样 除以R减G 是吧 R呢 就是股东所要求的报处率 反正15% 然后减去这个增长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 那就说 你第一 就等于 第零乘上一加永续增长率 那现在呢 我们 再来想象一下 那么如果说呢 我们换一种说法 比如说 同样 极客图形来看啊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然后拍下去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拍下去 当前股利呢 为两块 那就意味着这是第零在这呢 他说 第一年的增长率10% 第一年在哪呢 第一年在这 这是10%的增长率 说之后呢 鼓励以5%来永续增长 之后 那增长开始呢 那就说从第二年开始 注意哪是第二年开始 这个我们各位考证一定要清楚 我们这一块的一 代表的是第一年的年末 也同样代表是第二年的年初 他说如果说是从第二年开始的话 他说增长率怎么样是5% 那就意味着 是从第一年年末 这开始了 那么第一年末开始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们这一块呢 就是5%增长率了 这叫 从第二年开始 我们有些考证怎么样 他说从第二年开始 结果他从这开始了 你这块叫第二年年末 前面变得混了 你如果从这开始的话 那就意味着是从第三年开始了 这些时间点呢 我们把它要学清楚 也就意味着 我们得学的细腻一点 是吧 太多的考证 就是因为这些点 没搞清楚 弄错了 好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 他是从第二年开始 永续增长率5% 然后呢 股东要求的报纸 的15% 就那RS嘛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股票价值 那现在呢 我们各位考证想象一下 那你这时候的第一年股利 怎么算出来的呢 那你第一年股利怎么样 我们就成长一家增长率呗 但是要注意 这时候的增长率 是永续增长率吗 不是 告诉你第一年增长率10% 那你就用当前的股利 成长什么 一家增长率 算出第一年股利就可以了 而我们永续增长率 从哪开始呢 永续增长率是从第二年开始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计算第一年 股利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用 当前股利 乘上一家永续增长率 你只能乘以第一年增长率 是个意思吧 因为这时候呢 第一年增长率10% 和你永续增长率 5%不相等 这也能搞清楚 得搞清楚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要是算出第一年股利之后 你保证 从第二年开始 每年股利 以固定增长的增长 那么我们的模型 照样是可以用的 那是什么 同样还是第一 除以什么呢 RS-Z 模型没问题 完全可以 只不过这里面第一 我是单独算 我是按照第一年 给出的增长率 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 福尔美瑞 同样还是 R-Z 所以说我们这个模型 用的时候 关键一点 你得看题 看清楚 它那个增长率 从哪开始 是从当天开始的 还是从第二年开始的 就是你不管从哪开始 你只要是把第一年的股利算出来了 那你就带入模型 除以R-Z 就没问题 保证正确 好 那么当然呢 我们有些考证说 那我 我不这样算 他说我咋算呢 他换一种方式 那我们看一看 那我们有一考证说 他说我这么来算行不行 这是零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然后这是第三 排下去 然后这是第一年股利 这是第二年股利 然后这是第三年股利 排下去 他这里面呢 不是给了当前股利了吗 然后告诉你 这个第一年股利 是增长满成实力 对 那好了 那我就先把第一年股利算出来 第一年股利怎么样 那么就是 当前股利乘以什么 一加上第一年增长率吗 那我把这个数怎么样 我先计算他的一个 股利限制 我先计算股利限制 然后呢 我们把第二年股利算出来 那么第二年股利多少呢 第二年股利呢 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在第一年股利的基础上 乘上一加永续增长率 因为从第二年开始呢 就是按照5%的 这个固定增长率 永续增长下去嘛 那么说白了 其实什么 就相当于是我 一的块看成零 二的块看成一 然后一次拍下去 不就这么一个转换方法嘛 相当于是把第二年股利 当做的第一来看了 是不是意思 那这些话呢 我们说你第二年股利 怎么算出来的呢 用你第一年股利 乘上一加上永续增长率 永续增长率 把第二年股利算出来了 然后同样的名字 除以R减G 但是这个时候你注意 我们算出结果在哪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把第二年股利 以后的股利 知道在哪了 知道了第一年年末吧 但是我们要的结果在哪呢 要的结果呢 是在当前 所以说再怎么样 再计算一个 一年期的一个负利 限制就可以了 那么你现在注意一下了 就是说这两种方法 你用哪一个方法都可以 你看结果是一样的吧 所以说我们学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你就要搞明白了 我们有太多的考生 那老师说 我找不着你第一 其实你这个总去找你第一的话 那就说明你已经被那个模型给限制住了 就是你不管是用随便的那种方式和方法 你只需晓得 所有的股利都得去折现 你不能有漏掉的 只要有漏掉的 你这个肯定是折错了 所以说你哪 非得这么想 找那第一干嘛呀 是吧 那就说我们有太多考生 哎呀 你看这个模型怎么样 模型不是第一除以R S减去增长的G吗 那哪个是第一呢 总拘泥这个 那你看看我们这里面 我们稍微转换一下 你看 把一这块看成零 二那块看成一 你看 这时候呢 我们第二年的股利 就可以视为第一年了 是吧 就可以带着这个模型了 你要说肥得找第一 就乍找 就乍找 另外呢 我建议各位考生啊 做题的时候 画画图 是吧 别在那瞪脸 总瞪着 瞪着你是瞪不出来的 你看 把这图画出来之后 不就很清楚 它各个现金流量的一个折现问题吗 那就不是什么难事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我们这块有个说明 他说 只要是我们知道了第一年股利 然后呢 又给了一个后续的一个永续增长率 那我们就直接带入这个公式就开了 就是第一除以二减之 你不用管这第一年股利是多少 它和你后边的永续增长率没关系 第一年那个股利增长率 只决定了第一年的股利的金额 对吧 你就用当前的股利 乘上第一年的一个股利增长率 然后怎么样 算出那个第一年股利来 然后直接怎么样 除以 S减G 就行了 就行了 就这么一个思路 所以你就不用去纠结了 是吧 不用纠结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固定增长股票的价值评估 有些地方呢 还需要再强调强调 这些强调的地方呢 也是我们考试呢 需要关注的 一个 我们这里面呢 他说是用第一除以这个RS减增长率G 注意这里面的这个增长率 永续增长率 就是可持有增长率的计算问题 比如说你告诉你了啊 这个未来啊 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 经营效率不变 财务政策不变 那你要计算这个 鼓励增长率怎么办 你只需要计算出 它的可持有增长率就可以了 因为在 可持有增长状态之下 这个鼓励增长率 和可持有增长率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说 可持有增长率的计算的一些 内容就可以跟这 连带一起来考虑我们 就是一个了 另外 如果说呢 告诉你了 从当前就进入了 可持有增长状态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第一年的 这个增长率 就等于可持有增长率 所以说呢 你在计算第一年鼓励的时候 就可以用 当前鼓励 直接乘以什么呢 一加上 这个 可持有增长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你得具体看题 它的这种可持有增长状态 是从哪开始的 是从当前开始的呢 还是从这个第二年开始的呢 那如果是从第二年开始的话 那你第一年鼓励怎么办 那就应该用当前鼓励 第零乘上什么 乘上一加上第一年的 鼓励增长率就可以了 它是有这么个区别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 涉及到这个RS的计算问题 这个RS 我们说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或者说呢 是股东所要求的一个变化主流 那么这个RS呢 我们是需要测定的 直接给你了 那就比较简单是吧 那如果没有给我们 怎么办 我们说采用两个模型 要么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要么就是债券收入率风险调整模型 这两个模型怎么用 其实说白了 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确定的两个模型吧 我们后边呢 讲股权资本成本确定的时候 一共是三个模型 我们这里面呢 可以用两个模型 这个来测算 这个股权资本成本 有的同学说了 那为什么我们另外 那个股力增长模型不可以呢 等到将来我们讲股权资本成本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所以在这块给各位先下个猫猫语 债券收入率风险调整模型 资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是用来确定这里面的2S的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股票价值评估这块 将来的这个企业价值评估这块 还要继续使用 其实这个企业价值评估这块 我们讲现金流量的折线模型 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股票价值评估模型的一个有用 如果这块搞明白了 将来呢我们把那个现金流量换成企业实际向量一折线 那将来我们的企业价值评估的时候 比如告诉你了 把这个实际向量算出来之后去折线 只不过是那个现金流量不一样 对吧 但是折线的原理是相同的 比如说把这个股权向量算出来之后 折线 你看都是这些评估模型的应用 我们有些考证呢 在后边讲起价值评估的时候 说不会折线 那么不会折线的根源在哪呢 就在这 所以说把这块内容要学好去偷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甲公司呢每半年发放一次普通股的股利 股利呢以每半年3%的速度呢 去增长 最近呢刚发放上半年的股利呢 是每股一块 意味着第零代 甲公司呢普通股等风险投资的年币要报酬率呢 10.25% 该公司股票目前的每股价值多少 这不就是股票价值评估问题吗 只不过这个里面 你注意我们的股利给的是半年的 增长率呢给的是半年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年币要报酬率 这个东西怎么样 你也得把它转换成一个半年的一个折线率 怎么转换来着 你这里面给的个年币要报酬率10.25%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有效的年率的形式吗 那把它转换成半年期的话 怎么转来着 应该是1加上10.25% 然后怎么样 开平方减1等于5%吗 半年期折线率有了 那么半年期的折线率有了 半年期的股利有了 半年期的增长率有了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它的每股价值呢 没问题的吧 那就意味着 当年股利呢这是1块 然后乘于什么呢 1加上3%的一个增长率 然后除以谁呢 RS-G吗 那这时候呢 RS应该是5% 然后怎么样 减增了这3% 好了 算出结果来吧 其实我们这里面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股票价值评估 和这个报价利率 有效年率转换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说你就可以发现啊 某一个点如果不会的话 就会导致这题会丢分的 好 那我们算出结果 这题就OK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上市公司呢 已进入稳定增长状态 固定股利增长率呢 是4% 股东要求的一个必要报酬率呢 为10% 最近一期呢 支付的股利 每股0.75元 预计呢 下一年 股票的价格是多少 预计下一年的股票价格 其实说白了 也就是说 把下一年的那股票价值 评估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从图形上来看一看 这是0 这是1 这是2 往后排下去 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是需要计算一下 下一年讲的是 从当前这10点看 下一年讲的就是 第一年年末嘛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那它的价值多少 相当于就是把第二年 记以后的股利 要折到第一年末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怎么样 相当于把第二年 这块看成第一了 是不是啊 那第二年股利多少呢 我们说 当前股利呢 这是0.75嘛 然后呢 增长率多少呢 增长率是4% 那就乘上1加4%嘛 这时候算是结果是吗 是第一年股利是吧 那就算第二年股利呢 然后再怎么样 再乘上一个1加上4%嘛 这不第二年股利吗 那就说把第二年 记以后股利 折到第一年的年末来 那不就相当于是 把这块看成0 这块看成1 然后1次排下去的吗 是意思吗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把第二年股利 看成第一了 然后怎么处于什么呢 RS-G RS多少呢 10%嘛 增长率呢 是4%嘛 好了 那这样的话 算出结果来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你 预计 第一年之后的 那个股票价值嘛 也就是什么 就是下一年的一个 股票价格 就出来了 那这里面呢 我们有的人说 我不这样做 你说我咋做呢 当然你换一种方法也行 当前的会算是吧 画个图啊 这是0 这是1 这是2 然后排下去 这是第一 然后这是第二 排下去 那我们说 你要计算一下 当前的这股票价值 会不会算呢 应该没问题吧 那么当前的股票价值 它应该等什么呢 它应该等于 第一除以 RS-G 是吧 第一多少呢 第一呢 应该是0.75 然后怎么样 乘以 1加上4% 第一年股利吧 然后除以什么呢 RS-G 那就是10% 然后减去4% 这样的话 算出结果在哪呢 你这个算出结果是在 当前吧 在这 对吧 在这 那么你当前的结果 这有了之后 但是让我们算啥呢 让我们算的是 预计 下一年的股票价格 也就意味着 是预计 第一年年末这多少 是吧 问你这多少 啊 问你这多少 那问这多少的话 咋办呢 那你注意一下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你知道了当前的一个价值 让你算一下 一年后的一个金额 我们有些考生 行 那不是计算个中值吗 乘上一个这个 一期的复利中值系数 乘上一加 它竟然乘上一个 一加上10% 你说那能对吗 这不是求复利中值的问题 你就理解错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当前的价值 让我们计算一下 一年后的价值 应该成什么呢 应该在地上成上 一加上一个鼓励增长率 4% 算上结果来 而不是成上 一加10% 算复利中值 所以这是我们 有太多的考生怎么样 就很容易出错的 它成了一加10%去了 这就不对了 那这不对了 不是由限制求中值的概念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些东西就会想了 那他说这个 我们当前的股价有了 他说一年后的股价 它怎么就是 乘上一加上股励增长率呢 你要是当前股价有了之后 计算一年后的股价 应该成立的是 一加上股价增长率啊 哎 你能问出这问题来的话 就说明你还是 学得很透彻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为什么说这个 股力增长率 和这个股价增长率 是一样的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块是0 这块是1 这是2 然后排下去 然后呢 这块是第一 这块是第二 排下去 那现在呢 我们各位同学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们要计算一下 当前的这个价值 会算不 应该是V0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一除以什么 RS-增长率G 是吧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了 没有什么其他说明 那就说股票的价值 和市价是一样的吧 市价和价值一样 那就说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的 是吧 没有高估低估问题 要不然人家这块 怎么让说 预计下一年股价呢 你预计下一年股价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是通过股票的价值 评估模型来预计出来的吧 那好了 那我们计算出当前的价值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视为什么 视为当前的股价了 视为当前股价 然后接下来 那我如果让你再计算一下 这个预计一年后的股价呢 好 我这块是可以看成P0等于它 是吧 那么一年后的股价应该是P1 因为等于V1 V1就是第一年年末的价值嘛 它应该等什么呢 它就应该等于第二年的股利是吧 第二年股利等于什么 第二年股利不就像那是用第一年成 第一年股利成什么呢 1加上增长的G 这不第二年股利嘛 然后除以谁呢 除以RS减增长的G嘛 听得明白了吧 那现在呢 我们各位同学来看一看 你看 这是预计一年后的股价是吧 然后呢 这个P0是代表当前股价是吧 那你就可以发现什么 由P0到P1 怎么变化呢 你看 P1是不是等于P0乘以什么呢 1加上这个股利增长率G 看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之下 股票价格和价值相等 那这时候怎么样 你这个股价的增长率 和这个股利增长率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说 你当前股价算出来之后呢 直接乘上一个1加上股利增长率 就可以算出你预计的股价 就这个意思 好吧 这些细节要清楚是吧 就是我们由这个题呢 就可以引伸出来 很多的相关的点 把它学透出 学透出